曹丕看到两头牛打架,命令曹植作诗,却不能出现牛字,结果流传千古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三国曹氏兄弟二人争权的故事,国人耳熟能详,当初曹植得宠,与兄长曹丕争位,后来他们的父亲曹操驾崩,曹丕先一步登上皇位,听信了身边智囊的谗言,要找借口杀掉曹植,害人得有借口。 于是曹丕就找了一个借口,逼曹植七步成诗,写下了著名的七步诗,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故事版本,不过在明代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第79回里面,这个故事却有另一个版本,这个版本中真正的七步诗,不是我们如今看到的那一首。 事实上,除了七步诗以外,曹丕还让曹植作过另外一首诗,而这首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,但也足以反映出曹植的才华有多么惊人,那么,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建安二十五年,二百二十年,曹操逝世于洛阳,曹丕继为魏王,并将年号改为颜康。 从混沌纷乱的东汉末年历史中,曹丕几取了教训,他深深理解道,只有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,局势才能够稳定,因此,曹丕刚一上台,就开始笼络并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。 在这一过程中,他也并未忽视对一己力量的打击,曹丕试图寻找合适的时机,将他们一一清除,这其中,就包括曾经与他争夺王位的三弟曹植,在《三国演义》第79回, 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,彼时,曹丕刚刚去世,大臣化心发现,曹丕没有及时赶来奔丧,故而向曹丕起奏,认为按照国家礼法,曹丕应被问罪,曹丕同意,当即派使者前去责问,过了两天,使者返回,他告诉曹丕,林姿侯,及曹丕,整日和丁一,丁一兄弟二人喝酒。 对我极其无礼,丁一还说,以前先王最喜欢的人是林姿侯,就是因为有人进献谗言,才让大王您得逞,曹丕听闻,大怒,当即命武将赶赴林姿,将曹丕,丁一等人,捉拿至夜城,曹丕的母亲便是见情事紧急,哭着给曹丕求情,大臣化心却执意认为,曹丕才华横溢,若不除掉,恐流后患,曹丕表示,母亲如此情真意切, 我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,化心接着提议,既然那曹直是才傲物,目中无人,不妨就测试,他是否真有出口成章的本事,若无,则杀之,若有。 则贬哲,已堵住天下清高闻人的嘴,很快,曹直入殿,只见他惶恐万分地腐败请罪,因为他的那两个酒友,丁一和丁一,已经被满门抄斩,曹丕严厉斥责了曹直蔑氏礼仪的行为,他郑重地告诉弟弟, 现在他们除了是兄弟关系,更是君臣关系,为了让曹直明白君权的至高无上,曹丕命令曹直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,若做不出,便从众至罪,绝不姑息,曹直只好答应,曹丕指着殿中的一幅画,说道,就以这幅画为题,曹丕所指的这幅画是一幅水墨画,画上有两只在互相争斗的牛。 除了给曹直限定极短的时间,曹丕还对弟弟进一步刁难,要求他在诗中不许提到牛字,显然,这是让曹直使用比拟的手法,而这又岂会难倒才高八斗的曹子健? 只见他走了正好七步,就随口而出,两肉齐倒横,头上带凹骨,相遇快山下,虚起相唐突,二敌不聚刚,一若握土窟,非是利不如,盛其不屑臂,若将此事一成白化纹,大意为,两只头上有凹骨的动物一起在路上行走,走到山下的时候,他们突然开始互相攻击,斗了半天,他们都没力气了。 其中一只卧在土窟里歇息,但并不是因为这一只的力量不如对手,而是因为他没有使尽全部的力气,这首斗牛诗,初看可理解为曹直处世哲学的映射,但若换个角度分析,他也充斥着挑衅的意味,尤其是最后一句非势力不如,盛其不屑臂,让人感觉这只卧在土窟里歇息的牛,是曹直本人的象征,言下之意,在曹直看来,他之所以未能登上王位,并不是他不如大哥, 而是他不想,或者说不屑于再跟曹丕斗了,也许是曹丕独处了这一层意味,他仍不肯罢休,觉得曹直气不成诗的速度还是太慢了,于是要求他应声而坐一手,曹丕接着说道,既然你我是兄弟,不如就以兄弟为题,不过,诗中不得出现兄弟二字,此等要求,无疑再一次给曹直设下的极高的难度,在曹丕的一再逼迫下,曹直的内心充满了哀伤和凯叹,这股情感如此强烈, 以至于他无需思索,便能自然地将真情流露,此情此景,他创作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名剧,主窦然窦齐,窦在府中气,本是同根生,相间和太极,曹直也是幸运的, 他靠着两手诗活了下来,并且比自己的哥哥曹丕活得要长些,荒出七年,公元226年,曹丕驾崩,身为弟弟的曹直写下了文帝磊,表达了自己对兄长的哀思,想必,此时在他的心里,也终于能够长熟一口气,曹丕的离世,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,曹丕驾崩后,棋子曹锐继位,面对这位侄子,曹直是并不了解的, 也没有过多的感情,但是,他仍然渴望得到侄子的启用,希望能够在余生为曹家的江山社寄贡献一份力量,他连续向曹锐写了数封慷慨激昂的奏表, 祈求皇帝能够给他一个入朝为官的机会,曹锐是怎么做的呢?他面对叔叔的祈求,不为所动,虽对曹直为国效力的精神大家赞赏,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,对于曹锐来说,曹直仍然是个需要提防的人物,因为这位叔叔太有才华了, 不得不让人提防,虽然曹锐没有过多难为自己的这位叔叔,但还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,不断更改他的封地,不让其过得安稳,曹直一颗报国之心,却始终没有施展的机会,他屡次觐见曹锐,想得到一官半职,但是他并不明白, 自己越是积极要官,曹锐就会对他越加提防,终于,他放弃了,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接受了自己的处境,太和六年,曹直育育而终,活了41岁, 在他死的时候,没有作师,因为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,此时作师对他来说,已经没有意义,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, 他的功绩和过失一直是后人争论的焦点,这些都是对曹操在政治上的表现进行争论,对于曹操的才华,后人们都是持肯定态度的, 不仅如此,连同他的两个儿子的才华,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, 这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和其弟弟曹植,汉高祖刘邦制定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组织, 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都不遗余力去遵守,但是曹操要成为打破这一组织的强者, 被封为魏王的曹操无比风光,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 然而,此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汉臣,即使有了篡汉的实力,也不敢学王莽那样篡汉自立, 这一历史使命终究要留给他的继承人,也就是他的儿子去完成, 曹操对于自己继承人的问题,其实早有打算在他的二十五个孩子当中, 他最看好的就是曹昂和曹冲,曹昂作战有勇有谋,有着曹操的风范, 可谓是继承了曹操身上的优良基因,不出意外的话,曹操继承人, 非曹昂莫属,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,曹昂在攻打张秀的过程中, 不幸重见,英年早逝,身为父亲的曹操,白发人送黑发人, 失去了这一优秀的儿子,内心非常痛苦,曹昂的死, 让曹操只好在儿子当中重新物色心的继承人,曹操的是曹操最喜欢的孩子, 因为他很聪明,曹操称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妇虏皆知, 这个年幼的孩子,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, 他的智慧可见一般,深得曹操的喜爱也是再正常不过了, 如果能够得到曹操的精心培养,将来必定是一个优秀的继承人, 就连后来曹丕都说,曹冲如果在世的话,自己就没有做天下的命了, 但是,意外又再次降临到曹操的家中,曹冲在建安13年得了重病, 不幸趋势,命运仿佛在和曹操开玩笑一般, 只要是曹操看中的儿子都要出意外, 从此,曹操决定在物色继承人的事情上不能表现得太明显, 所以一直没有确定真正的继承人。 曹操没有表现出来,但是手下的大臣们都十分精明, 他们看好的有两个,一个是曹丕,一个是曹操, 曹操博览群书,经时子集样样精通, 作战也是一把好手,可谓是文武兼备, 曹操文思敏捷,才华横溢,性格孤傲, 但是豪爽大方,没有城府,曹操很是喜欢。 人们常说,帝王家没有亲情可言, 曹操和曹操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, 曹操的才华曾经是他成为世子的加分项, 但是他没有珍惜,最终为自己的任性, 付出了后半生惨重的代价, 在死亡的边缘,曹操依靠自己的才智。 挽救了自己两次生命, 也确实比自己的曹操兄常活得要久一些, 在这一点上,他赢了,我们为曹操感到可惜, 因为他生在帝王家,空有才华, 却无法施展,文采斐然,也只能是惶恐度日, 他如果能一直活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, 不去触碰政治,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 由于有些年纪的环境缘织集中, 当时和法判案的関签领暂时, 互相安。 互相途正是必要的, 其他人是否判断的性命质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